歡迎收看《媽媽好生》 歡迎收看 孤獨婚姻差很大 帶小孩老是不同調 六點半就起來準備早餐 發現我小孩子都不愛吃 在外面買豆漿 然後買蛋餅 小孩愛你早餐 好難過喔 我的小孩子都是 不能一天吃飯一天看手機 老公不配合 再吃飯 然後她拿著手機 一邊吃一邊看 有沒有站在外國爸媽這邊 站著吃飯都要熟 我也覺得韓國的早餐很棒 真的 是吃飯差那麼多 還有哪些文化衝突 讓雙方都傻眼 今天節目邀請到四位異國媽媽 和一位異國爸爸 大土教養不同調的苦水 到底台灣爸媽做了哪些事 讓異國伴侶看得好傻眼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異國問音真的差很大 就是光兩個人的相處 就已經很難了 然後你還要教小朋友 教小孩 其實觀念更不懂的話 很精采 所以我們先從生活習慣來聊一聊 有什麼生活習慣會讓你覺得 這樣子的要求也太傻眼了吧 是啊 有沒有很多狀況是你看不慣 另外一半到底是在幹什麼 有沒有 什麼都看不慣 太離婚了 什麼都看不慣 我現在嫁到我先生 他是標準的好老公 很孝順很聽話 可是這個很孝順很聽話 有副作用 對 因為有些事情 他就是覺得理所當然 我不用跟你商量 對 所以我就舉個例子 雖然我女兒二十一歲 這是很多年前 對 就是我在醫院生她的時候 然後我們已經決定 她英文名字要叫Christina OK 可是也一定要有中文名字 對 結果離開醫院我去拿那個 出生證明那張紙 結果發現 名字 對 就有個名字 然後我 唸不出來 那個字 然後我老公說 沒有 都阿嬤寫好了 他沒有跟你說 完全沒有跟我講 然後他們的習俗就是 去看算命 好 然後去看她名字有缺什麼 金木活土 誰活土怎樣了 所以就是說後來 我們沒有很吵架 但是這個事情讓我 生氣很多年 對 可是這個有點 要穩著 對 我小孩也是姓李嘛 跟我一樣 那有一天我老公就說 為什麼我們小孩要姓李呢 你是不是姓李呢 他姓王嗎 當然姓媽媽的姓啊 他就覺得 因為我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就是台灣人 對姓這個 很重視 對 可是感覺就是 如果是這種異國的 比如說英文已經給 美國媽媽取了 是 中文就是我們家自己 決定很正常 可是要講啊 就要啦 對不對 所以要講 我覺得是非常不尊敬我 那另外跟我老公就是 宗教 因為我是天主教出生的 但是我覺得我跟他結婚 沒關係 每個禮拜天 不需要去教堂 輕鬆一點 說可以生到四人之星 算比較壞 可是他們是衣冠道 所以不但是天天要拜拜 你飲食方面都要很注意 不能吃蒜頭 洋蔥 雞蛋啊 辛香料跟蛋東西 蔥花 所以頭五年 我真的 每天煮素的 剛開始是這樣 可是 可是美國應該每天都在吃牛排 你嫁來台灣每天煮素 對 就是這個問題久了 變成 因為 我的小孩會去跟朋友去 生日快樂或者去哪裡 吃東西 有的時候我要拒絕 然後拒絕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不能吃肉 孩子不聽 這個理由太不好了 那有一次我們去一個 就是爺餐 然後有一個佛教徒的朋友 陪同我 是我先生親戚那邊認識的 結果大家都完蛋很快樂 然後是下午 兩點 兩點半 有那個佛教徒 他發現我女兒在吃雞腿 他就說 趕快 回家 怎麼 好像犯罪 做錯事了 對啊 也是有念經就對了 我自己就想開一點 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吃素 可是又怎樣 小孩他有吃雞腿 就是一個特別的長蛾 又怎樣 所以其實小妙子都會看著 這個肉流空 真的好可憐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沒錯 是物極必犯 對啊 因為現在我女兒 最愛最愛吃的就是雞腿 妳看 是 因為本來被壓肢 像我老公其實他對 兒子跟女兒的要求不太一樣 這一點就跟台灣人 有一點點像 像兒子他就比較嚴格一點 那前置我們去美國 就是夏威夷去海邊玩 他就幫女兒擦整個滿臉 都是那種防曬流 在瓶礦裡面 他那好像意氣一樣 你知道白白臉 可是兒子就隨便擦 結果兒子後來就是 回家的時候就 腳就曬傷了 然後曬傷了 我就說你怎麼這樣 對你兒子 你就沒有把他擦好 沒有把他照顧好 他就說反正兒子 就是不用擦 就受傷很快就會好了 不用擦藥 他就想說為什麼兒子 就不用擦藥了 他受傷還是會痛吧 對不對 對啊 然後還有 他對我兒子也是 他希望就是 只要人家看到他 他就要打招呼 可是他是那種 美國標準 美國標準就是那種 就是我們家的中心 旁邊的兩條街 他都要打招呼 那滿大的吧 對 很大 那個路上 住戶很多人 樓上樓下左右鄰居 樓下的便利商店的店員 我們隔壁那個乾洗店的 那個小姐就說 我覺得你老公可以去選里長 對啊 美國里長 因為他每一個人都認識 太熱情了 對啊 可是小朋友就會不知道 怎麼講嘛 對不對 他就會跟我抱怨說 媽咪為什麼我不能跟你一樣 就是 就打個招呼 點個頭就好了這樣 可是你老公沒有遇到 他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就沒有他 不理他的嗎 對 也有 然後他就一直跟人家講話 講到那個 講到那個人 不好意思很怕 因為老師說外國 如果這麼打招呼 我會嚇死 我會嚇死 不是會嚇什麼 這種外國不會吧 我的天 一會兒突然就很流利了 對 沒有 但是 我很很理解愛琪的這種 因為其實我也是覺得啦 因為我老婆她也是很尊重這種 就是禮貌 在外面這種禮貌 就是要打招呼 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 一種禮貌是好的 但是因為這種會有 反正就是 過度的一個樣子 因為通常比如說 有一個陌生人 然後就過來 然後就是要跟他打招呼 什麼的 然後就可能就是 因為他被教育 就是打招呼 所以打招呼 要禮貌 打招呼完 那個就是可能 就是一個老奶奶 然後他可能就是覺得 要很可愛啊 比如說像摩托啊 然後這樣 好乖喔 然後這樣子 然後安東就是有時候 他可能就是會有點嚇到 然後 你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然後這樣子 然後安東媽 他就會開始就是說 你不要那麼兇啊 你要禮貌啊 對 但是因為這樣子很不好 因為這樣子的教育就是說 隨便的陌生人 你就是要對他有禮貌 不管他是不是要把你抓走 還是什麼 你還是要禮貌 這樣子就有一點過 對啊 台灣的媽媽也開始不喜歡 對 有被教育 我在醫院只要穿著衣絲袍啊 我這還滿不要臉 因為穿衣絲袍 我就突然之間急一急就 不是 我要摸誰小孩都可以的 對 然後有一天我下班了 我已經衣絲袍脫了 我忘了 我在電梯邊 怎麼拿那貓 不要碰我 不好意思 所以你要摸人家小孩 要先穿衣絲袍 對 不過真的 其實很多國家 你看像在泰國也 他們是隨便不能摸人家頭的 對 其實那個是不禮貌 其實現在也慢慢的焦慮了 對不對 不過韓國老師說 我其實之前想說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碗會洗到死掉 對啊 我很喜歡去韓國碗 一小碟 一小碟 我本來是吃一個 我只是叫一個人生劑 我不懂為什麼上來扒盤 我都很高興又可以一直補 可是老師說 我想說我如果是做這媳婦 我真的喜歡洗到手斷掉 怪不得LG的洗碗機那麼賣 是不是 所以姐姐講到重點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就是文化差很大 所以呢 早餐的部分也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們在韓國 一個單詞叫 意思就是 要吃飯才會有力量 對 那這個力量從早餐就開始 我們在韓國 只要跟爸爸媽媽一起住的小孩子 我們都一定會吃飯 白飯或是紫米飯 然後一個湯 海帶湯或是牛尾湯 或是什麼 就是味噌湯之類的 一定要有一個湯 然後有很多小餐 這樣子一直要很豐富的早餐 開始我們要吃飯 我想除一下你們都要幾點起來 三點還是三點 對 所以就是 可是有烤魚的耶 而且是一整隻魚 不是那種鮭魚片 是一整隻的那種 對 因為小孩就長到了 像幼稚園之後呢 我也是一個媽媽的感覺 所以我要給他一個 很營養的早餐 很好 台灣的幼稚園很早要去 所以他們就是至少七點半要出發 那我六點 六點或是六點半就起來 準備早餐 可是我發現 我小孩子都不愛吃 吃不下 太早了 吃不下 對 我這麼辛苦的準備 然後呢就因為他 他就剛起床不想吃 根本不想吃 然後呢就是訓練嘛 我老公婆婆也是一起來吃 可是沒有人吃 沒有人這樣想吃多 然後有一天我真的是很生氣 跟老公說 為什麼沒有人支持我 就是你要給他就鼓勵 要吃多吃一點啊 我老公說 好像在外面買比較好 然後他有一天 對 他買了 在外面買豆漿 然後買蛋餅三明治 我小孩愛得吃 真的喔 真的 我好難過喔 對 所以真的差別很大 可是我發現 在外面買回來 好像我也輕鬆了 因為多可以睡一個小時 對 所以我也已經習慣了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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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